新北市一名45歲的洪姓男子 在2月初向王姓朋友 借了借貸的18萬元來應急 但是有過了兩個多月都沒有償還 雙方約定協商卻是發生了口角爭執 王姓男子教唆兩名同伙 將這名洪姓男子強壓上車 並且是帶到桃園的汽車旅館監禁 新莊警方獲報之後嚴見的追查 在案發兩小時之後 順利救出了被害人 當場逮捕王姓男子的三人 在訓後依妨害自由罪嫌 將人移送法辦 桃園汽車旅館內 警方一次帶到三名犯嫌 全都被帶上警車 因為一場18萬元的債務糾紛 跟被害人瞧不攏 三人竟然直接把對方強壓上車 關到這裡來 事發就在3月18號 警方獲報在新北新莊區天祥街 跟新北大道路口 有民眾當街被強壓上車 隨即沿線調閱幾十支監視器 兩個小時內就趕往桃園中壢區 移出汽車旅館救出洪姓被害人 究竟是什麼生仇大恨 根據警方掌握45歲的洪姓男子 平常在工地當臨時工 但今年工作量銳減 2月初向王姓嫌犯借貸18萬元應急 只是過了兩個多月都沒有還款 雙方約定協商卻起了口角爭執 就在宏南準備離開 王姓寨主教唆兩名同伙 把他強壓上車 拘禁在汽車旅館內 王姓寨主坦誠犯刑 強調多次催好款項沒下文 才會撞下導火線 只是光天化日強制掳人 終究逃不了警方法言 是新北綜合報導